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由缅北国感军和缅甸军政府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缅北内战 在中国的斡选之下对外宣布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 但是这一边乡停火协议才刚刚宣布另一边乡 国感三军联盟当中的德昂军 还适合缅甸军政府在老街的西区继续开打 令缅北局势持续升温 似乎是边打边谈 那在停火协议的消息传出之后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向媒体证实 在中国斡选和促推之下 缅甸军方和国感德昂若开军三军联盟 在中国昆明举行了和谈 就临时停火和保持对话等事项达成了协议 毛宁指出目前缅北冲突的交火明显下降 这不仅符合缅甸相关各方的利益 也有助于维护中缅边境的安宁 那即便在短短的三天内就达成了协议 但是何谈目前达成的只是临时停火协议 并且认同继续通过沟通来解决冲突 然而停火协议达成之后 在若开邦与善邦等地还是传出 德昂军若开军与缅甸政府军继续冲突交火 虽然有迹象显示 国感首府老街东区的战火开始停了下来 但是东边不打西边打 德昂军连续几天在善北和穆解 在善北还有穆解地区继续和缅甸军政府爆发冲突 缅甸军方也通过了战机火箭炮还有火箭弹 进行空袭和攻击 不过缅甸政府发言人已经表示 接日下来将会与国感同盟军等相关的民族武装 在本月底再举行一次的会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2月14号证实 缅甸军方和三军联盟已经在中国境内达成停火协议 并希望缅甸相关各方彼此保持最大克制 主动反核局势及时管控突发个案 共同推动缅北局势软着陆 就在中国证实各方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之后 国感同盟军三支部队之一的德昂邦 在他的官方新闻网站指出 缅甸政府军向南侃市难民营空投了重型炸弹 在12月14号凌晨3点半 三家兄弟联合军再次攻打了105码缅甸这边军营地 此次攻打中缅甸这边军使用11次战斗机 12枚连发火箭弹 缅甸德昂邦教后也发布消息 指德昂军已经对缅甸政府军进行了重大打击 而就在昨天三军联盟又在宣布 他们已经成功占领了善邦当地的一个贸易中心 三军联盟表示 他们已经占领了一个和中国贸易至关重要的军事阵地 和边境贸易枢纽城镇 分析人士指出 这是缅甸军政府从2021年夺选以来 所面临的最大军事挑战 其实自从缅北冲突爆发以来 越演越烈的局势 已经波及中缅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而有分析指出 如果缅北和平稳定下来 不但会对中缅边境的安全有利 更会对中缅的经济合作有利 在国际社会2021年对缅甸军政府施加制裁之后 中国成为了少数还是有投资缅甸的国家 经济总投资额高达1.13亿美元 而自缅甸军政府掌权以来 中缅两国也持续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项目 最显著的是中缅经济走廊共建计划 重点就是在连接云南到若开邦的铁路和原油管道的建设 而从最近的态势看来 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缅甸军政府 和国杆军之间的枢纽 军政府也已经证实了 中国将会作为中立方 与军政府和三兄弟联盟展开和平会谈 因此有分析相信 不管哪一方成为内战最后的胜利者 中国都是处于有利的地位 好 再次打住我们来看下节热爆